大年初一的下午到家门口的商场里来吃点好吃的 过年的假期才两天 家里边顿顿是大鱼大肉 真的有点吃不动了 本来是想在家附近的小吃店找点小吃 但是大部分不开门 少数开门的几个店打烊的时间也非常早 那就来家附近的商场里的小吃街来吃点东西 现在西安人逢年过节是很少到景区去的 也算是比较自觉 把景区让给外地的朋友来游览 这个商场算是居民区附近的老商场了 大年初一这儿的人气挺旺 能看得出来都是附近的居民 这个商场的一楼是卖副食小吃还有各种糕点的 以前在父母家住的时候还经常来这个商场吃点东西 这搬走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再回来感觉这个商场的格局有点变化 一楼呢现在卖的主要是副食 那些小餐饮店不知道去哪了 现在这个一楼里边转一转看看再说 这儿的卖东西确实还是挺丰富的 有很多陕西的特色小吃 还有好多蔬食 这些买回家直接就能吃也挺方便的 以前呢也有好多人下班懒得做了 就直接在这吃 因为这儿呢有好多那种小吃的小摊 这有花卷 包子 油条 蒸的馒头 这还有炸好的大麻花 山楠糕 山楠糕雪红糊 这个是资卷也就是菜卷 有好几种馅 韭菜粉条的 酸菜的 南瓜馅的都有 这还有石头馍 妻子豆 也都是陕西的特色面食 老子 这是啥 这些油桃 油桃馅拌着吃 这不知道是什么甜品 花花绿绿的 这边还有各种咸菜 这边摆放的是各种蒸碗 酬酒 还有礼盒 像这甜饭 自己做可麻烦 买上一份回家一整就能吃 挺方便的 一楼的熟食我实在是很想吃的 因为这两天的家里边大部分吃的都是这些 二楼宇商卖的是服装 上来转一圈滑坏旧 上到顶楼才发现原来小吃街搬到这来了 各种小吃 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 一上楼就看见这个小摊了 豆花泡馍 前线豆腐脑主要做的是豆制品 本来想吃一份 但是它这豆花还没做出来 没有鱼了 炒菜 这是啥 贵菜 这是啥 小木菜盒 这家菜盒是从一花二毛钱开始吃的 这都两瓶吗 两瓶河河河 啥都要是啥 砂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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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明小菜 这是牛肉饼 一圈转下来有几十个店 可以说是品种挺多的 大部分的陕西的特色小吃都囊括了 这是土豆片加馍 好久没有吃加馍了 还真想来一个 辣椒啥多给放一杯 稍微一等一下吧 这是啥酱 这是双酱是吧 生菜 生菜 好感 辣椒酱 辣椒酱给他多买的 工程女士给款9元 这还不是我们的哈 我也认识人 你刚点的吗 我腿肠 加磨9元 所以后面做的 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饭饼 饭饼啊 对饭饼 我还没见过 可以尝试一下 这也很好吃 这也好吃 这多钱啊 这个你刚加的是个卤蛋 然后你装盒子的话 就会10块钱 哦 那么9块钱付过了 哦 真的 9块钱 可以换成这 是吗 可以换成这 再加1块钱 这是别人的 我怪你看嘛 看你看 你想是加磨还是吃饭 这也没了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 加磨 这个 这个 这个10块钱啊 是的 辣椒 辣椒有了 辣椒 都来点辣椒 这芝麻酱和辣酱和双酱 对 这土豆片是超过水的 是熟的 放到两种酱里边 裹满了酱 然后加在馍里边 土豆片加馍的这种馍 是比较薄的 这是个双酱夹馍 也就是用土豆片 先沾上芝麻酱 然后呢 再去沾 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 一般都是店铺 自制的 是香辣 带着一个麻香味 一个土豆片夹馍 是7块钱 我又加了2块钱的卤蛋 一共是9块钱 好了 好了啊 好谢谢 来一个豆花泡馍吧 这碗能行吗 豆花脸好了啊 豆花泡馍是陕西宝津 凤小一小时 碗底先盛出一两豆花 然后把切好的馍片 还有麻花泡到豆浆里边 泡到稍微软和一点 先把豆花泡馍钱给你付了啊 这边磨片泡着 老板那边要去调理一碗 前线豆腐脑 是有别的如何要的 看这豆腐脑感觉也还可以 这磨片呢 是那种特别厚的锅盔 切成的锅片 用豆浆把磨片和麻花泡软 然后盛到碗里边 然后再进行调温 辣子多放点 这全天都有吧 加上葱花香菜 然后多放点油和辣子 再放点咸菜一点 咸菜是吧 好 豆花泡馍的颜值是非常高的 闻着特别香 主要是豆香味 还有油泼辣子的香味 一个土豆片加馍 一个豆花泡馍 也就是一个干的 配上一个汤的 这吃着也挺舒服 磨片还有麻花 都被豆浆泡的软软的 吸饱了豆浆 吃磨吃麻花吃豆花 然后呢再喝豆浆 这每一口都有豆花 还有豆浆的香味 还有油泼辣子的香辣味道 看上去是个重口味 其实味道相对来说比较清淡 土豆片加馍配着豆花泡馍 其实这个土豆片加馍才是个重口味 土豆片是熟的 属于那种生脆的口感 里边还加了一点生菜 这口感也挺脆的 辣椒酱是个香辣味是特别的重 而且这个麻味呢也比较重 这两个小吃放在一块从口味和口感来说还真的挺般配的互相弥补 这是麻辣米线是不 给我也来一碗 要吃 12块钱啊 这不让拍照啊 这家米线不让拍照 看旁边做人吃的那个麻辣米线 根本我没有忍住 也掉了一份 12块钱一碗 这量给的真的不算少 本来想拍一下制作过程 但是人家老板不让拍 辣子放的多 海带 酸菜 豆腐皮 米线是米线 哇 过年吧 要吃也就吃的好一点 好不容易出来吃有味 这三样加一块也就30出头 这家的米线是个重口味 辣辣的味道特别大 它这里边放的酸菜呢 实际上是泡菜 味道算是酸酸辣辣的 还算是比较开胃 坐着这个座椅旁边呢 就有人家卖擀面皮的小摊 看着特别多 将退再加上一碗擀面皮吧 加上擀面皮也不超过40块钱 都是40多嘛 过年呢 家家户户大鱼大肉吃的有多 真正受欢迎呢 还真正是哪吃擀面皮的 这一切 好你稍微等一会儿 好 这我来一个擀面皮啊 你到那儿扫 好 那儿扫好看 你真是水海八圆 好说过了啊 这一盆油和辣子看不看得 一片只有干面皮的 你死了啥 这点吃 一个在这儿吃 还有干面皮 有有有 干面皮的多的 这点是啊 喇子中长啊 多一点 喇子多 嗯 这边稍微一样 这前几个多少 可以给他三个 吃 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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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面皮的 只有干面皮 到蜜皮都出散以后了 嗯 喇子多啊 喇子多 我吃了一份干面皮 油泡辣子让多放上一点 老板已经给办好了 直接就能吃 这家的醋放的比较多 酸酸辣辣的味道 干面皮的口感是比较劲道的 这里边还有面筋和豆芽 这个量不大 真正的算是一个小吃 跟我刚才点的三样配一块 豆花泡馍是香辣的味道 干面皮是酸辣的味道 土豆片夹馍和麻辣米线 又是麻辣的味道 这几种辣味轮着吃 确实是挺好吃的 一共39块钱 吃的饱饱的 这真的比大鱼大肉好吃 来个豆腐脑袋锁 走的时候再打包带走一份豆腐脑 前仙豆腐脑4块钱一碗 刚才这个师傅做的时候 看着还可以 我儿子是比较爱吃前仙豆腐脑 所以打包一份让他也就得馋 前仙豆腐脑的调味特别简单 主要的是油烤辣子 还有那个露汁特别好吃 白哥再加一碗 好好吃 辣子多放点 到老家老规矩 帮儿子搅拌的时候 再先尝上一口 来吃豆腐脑啊 儿子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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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味道 好吃吗 非常好吃 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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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